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一杯咖啡所掀起的这个数位大战 如果你有去便利商店买过咖啡 其实你也参与这个大战当中了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们今天好好帮大家解密一下 好 欢迎一下我们商业周刊的记者 蔡如涵 如涵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其实这一起的封面 我倒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那当然你们下的标题是说 这个全家的股价跟统一超的股价 出现了黄金交叉了 不过他们现在真的缠斗很久 对 缠斗了好几个礼拜 对 其实全家是有超过小七 不过小七又赶上了 这两家公司本来是小七第一名 然后全家第二名的 可是现在 哇 这第二名来势汹汹 对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关键因素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拿这个问题 问了很多同业 大家一口同声就是数位这件事情 全家是透过数位这个管道来超车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一聊 他们怎么样用咖啡 计杯的方式 刚刚如涵你来我跟他说 哇 我看到这文章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超商咖啡的毛利五成 通常大家不会想到说这样小小一杯咖啡 它的毛利其实是很高的 真的耶 五成耶 很难想象耶 很多觉得超商咖啡便宜又好喝 对 有些咖啡其实贵又不好喝啦 他也没有说很好喝 但我觉得可以接受啦 毛利这么高耶 对 那其实前面讲到说 全家他超车的点是数位嘛 但是数位这件事情 因为所有企业都想要做数位转型 可是到底要怎么去切入 然后特别是你有了很多公司都有一个APP嘛 可是你的APP要怎么让消费者愿意去下载 然后填资料 然后重点是后面还不要删掉 对 那你就需要一个点 对 而且这个点刚好是这个甜蜜点 就是咖啡 第一个它的毛利高 第二个每个人都需要它 真的有刚性需求耶 对 刚需商品这样子 哇 哇 这是咖啡 真的 你看你买了咖啡吗 你就已经加入了这个战局了 但是问题说实在的 在全家推这个咖啡祭杯 有哪一些的困难呢 咖啡祭杯其实对超商来讲 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跨店拆涨这件事 因为你想超商它是一个加盟体系嘛 所有的加盟组他们其实账务都是独立分开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譬如说我在A店买了咖啡 买了一百杯好了 我先去预售一百杯咖啡 但是我之后到B店跟C店去取货 那其实最后你买东西的这个营收 跟它的那个获利会出现在B店跟C店 那A店当然就会觉得说 那我干嘛要帮你做这笔生意 所以其实你要去推广的时候 你在加盟组的那一关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之后的拆账万一让大家不满意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加盟组联合反弹 那如果说今天你在A店你买了一百杯 A店我就收了这一百杯的钱啊 对不对 然后你到B到C去领 然后他们要做工 然后可能又领不到钱 又赚不到钱 这的确有差账的问题 所以叫有个大人出来讲话 所以他们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呢 其实他们简单来说 因为他们这有点涉及商业机密 但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是用总部让利的方式 就是你那一间认为委屈的店 就是他认为他可能在帮别人做生意的店 总部会额外提供他们一些 类似手续费这样子的费用 没补贴啦 对总部用补贴的方式 让两边都可以赚到钱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他们在开始推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有做过一些调查 就是通常消费者去超商买东西会有一个惯性 就是你习惯就是去这一家买 比如说可能是你家附近的 或是公司附近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就预估 可能会有七到八成的人 是会在同一家店买同一家店去 对他们有一个数据在背后 作为一个基础这样子 那实行了几个月后发现确实是这样 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有习惯性 在家附近 比方说我就住这附近 或者是我在公司的附近啦 的确是耶 是耶 我也会有这样的习惯性 有时候就是明明就两边的一个 那当然我就不想过一个马路 所以我们通常固定去的边境商店 大概就那几家 所以让你想想看 如果说总部要补贴的话 那他补贴也是有限的嘛 对 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补贴 所以事先要做一些研究这样子 而且因为以前 比方说在全家或在小气一样 你可以买咖啡 他也可以买一送一 但是你就只能够在我原来的点取 所以我觉得是全家先跨出了 说你其他店也可以取 比方说我在家附近买 但是我在公司附近我也可以取货 这很重要 但是全家这个APP的咖啡季杯 2370万杯 我看到这数字真的是吓死了 915的流动现金 就他目前里面的量已经高达这么多 虽然他平常一杯可能35块50块 可是他累积起来的那个数字很惊人 而且他通常会透过一些优惠嘛 比如说你买50杯的话可能就7折 然后你买100杯的话可能折扣又更高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你如果平常每天就会和 特别是一些像业务啊 这种这种职业人 他们其实本来就经常会有买咖啡的需求 所以他们说甚至其实会有很多公司 私下跟我们说他们公司的业务员会直接这样子 直接用团购的方式直接去买 就买多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他其实可以后续可以切入图币的生意 他们自喝送礼两箱一样 因为你有时候也会请别人喝咖啡啊 那就光这一点当然就是全家做到了嘛 然后他也开发这样的一个APP 我觉得是关键 因为之前大家都是用那个什么 小白单 那个小白单嘛 小白单那时候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嘛 就是他会模糊啊 就像现在我不喜欢拿那个建车的那个收据单一样 你怎么爆账 一爆他就说模糊了 你怎么爆 所以我觉得也是全家先看到这个问题 然后赶快进行这样的数位转型 他数位转型也花了不少钱吧 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 因为你光是你不只是打通那个跨电的系统 你的ERP啊POSE啊 通通都要串在一起 对 那光这件事情你说全家做得很漂亮 小七也不是说他不会做 我看你们访问 他说我也会做 但我只是不想做 为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 好我们持续跟商业周刊的记者 蔡如涵来好好的聊一聊 你说全家可以这样做 当然统一超也可以做嘛 对不对 这他也不是不能做 那你们去访问了罗志先 他说我们不是不能做 是选择不做 为什么 这个其实是大概去年的时候 他在一个算是一个公开场合 他公开讲的一个言论 就当时就很多媒体问他说 全家现在这样做的风生水起 那你们为什么这种超商老大 你们要做应该很简单才对 对他那时候就很坚决的说 他们不是不做是不想做 对那其实最困难 最重要原因就是 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到超商的稳定性 对因为其实统一超当时 已经有大概五千多家电 哦那他的压力会比较大 是 那他五千家 那全家几千 全家大概就是比他平均每年都是少两千左右 哦少两千 对所以大概就是三千出头这样子 那时候 那真的有差啦 对 第一个就是 所以他们同样都是要安抚加盟组 跟解决拆电问题 跨电拆账的问题 基本上统一超面临的压力是会更大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因为他们两家结构也不太一样 像全家他其实就是一间便利商店 他整个公司营收大概九成以上都来自全家便利商店 剩下就是一些大户屋啊那种餐饮 但是相对占比很小 可是统一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他不但除了Seven之外 他还有像康世美啊 然后甚至他的母公司那边还有制造端 所以他其实他是一个 他比较重视的是一个整个稳定的局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全家一样这样子去短 针对一个点去做冲刺这种感觉 嗯 原来他的点多 其实这个复杂度也稍微高了一点 对不对 然后要做转型的话 这个你说光补贴 那也会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你看如果超商计贝 如果平均都要打七折的话 那统一超的七折跟全家的七折 那个后面的数字差很多 对然后另外可能也有一个原因 这是业界大家私下解读 因为其实统一超公司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星巴克 对那其实如果你CT咖啡 如果无限量的扩大的话 其实台湾星巴克这三年 他的营收跟获利都是在衰退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的CT咖啡 可以做太大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你集团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对而且你看他价格又比较相对高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这边都已经打到底的话 一定会伤到那边的 可是后来发现到说 统一超终究还是跟进了 是今年二月的时候 终于 对那是怎样不得不吗 还是 我觉得应该是有感受到一些压力 对那他们这件事我相信他们也讨论很久了 因为大概从两三年前媒体就开始逼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跟进 对 然后大概到今年初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系统也打通的差不多了 那内部可能也沟通的差不多了这样子 对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个推波助澜的点就是疫情 因为疫情爆发之后 大家都说人流减少嘛 因为大家不想出门 那便利商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流 对那同样是人流减少 那为什么全家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非常的好看 其实大家认为最主要就是 因为他的咖啡机被让他的APP做起来 那他当然也不是就只有做咖啡 他后来把一大堆的商品都搬到上面去 像牛奶啊 卫生纸啊 然后宠物的粮食啊 然后还有一些鲜食啊 就是你会重复购买的东西 他全部一起放上去 然后就用咖啡机被同样的逻辑去买 所以导致你人不一定要进去 但你在手机上还是会买东西 那我看那个统一超他推出的时候也是蛮杀的 买510杯就无一折 他已经杀到那个也是杀到杀到建谷了 而且说实在那他他也可以学啊 是怎样他不屑学吗 他也可以把卫生纸啊或什么一起卖啊 现在也开始了 也开始了 所以现在两边的平台两边的app上面其实都可以买到咖啡以外的很多日常用品 那大概都有40几项到60几项之间的产品会一直在轮 那你有用他们的app吗 我们有听众朋友说跟全家比起来Seven小七的app超烂的 听众朋友可能他的使用经验啊 你有用过吗 有两边我都用过 那你讲啊 评论一下因为我没有用过啊 目前外界共同的意见是说 因为毕竟全家领先了两三年开始做 所以其实他已经优化的差不多了 而且他的那个界面蛮简单的 蛮好用蛮知觉的啦 所以费用有 我知道费用有全家啦 因为我跟他去喝咖啡的时候都他付的 对对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前付 他那个很快 你有小七的吗 他就没有小七 对对对 为什么呢 他说他是中食户 哎哟 没有他根本就懒惰户啦 那如涵呢 你自己觉得呢 你是两边都有 我两边都有 为了写稿而使用 那我问你那你咖啡寄在哪边 老实说我两边都没有寄 你都没有寄啊 对我两边都没有 因为我个人不太喝咖啡 对对所以我单纯是去比较他的界面 然后还有看他买东西的流畅程度这样子 对对 那你自己个人使用的经验是哪一边的流畅程度比较 目前当然是全家还是比较直觉一点 对但是因为毕竟他时间站在他那边嘛 他领先了两年 对那我相信以Seven的资源跟财力 跟他的内部的人来讲 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 比如说罗志仙董事长 很尽全力的要做这件事 我相信他们冲的也会很快 像是昨天就有一个新闻稿指出说 他们的数位会员这件事情 已经从今年初还是接近八百万人 现在已经冲到九百万人了 那他们喊出一个目标是 今年底要突破一千万人 那我相信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 那全家目前是一千两百万人吗 那现在如果说你们有这个APP的话 那你几点就在APP上面几点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像以前我知道是钓会有一个小贴纸 是不是然后那以前人家就会问我说 你要不要贴纸 我都不要因为我都会搞丢 那只要我说不要旁边就有人 那你给我好不好 对 好好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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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的那个集点 就很多都是在APP上面的 全家的话是2016年就全部导入APP 那统一超的话是今年9月 应该是9月9号 好像是这几天 就要开始就是也是用app的方式来集电 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不过因为要数位 因为我们刚讲过 就是说你只要有买咖啡 或者你可能有进过便利商店 你都加入了这个战火当中 或战局当中 不过说实在有些去这个便利商店的 如果他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 他会不会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app 也会有可能 所以就是电源的教学很重要 那当然电源通常便利商店店都很忙 他不一定有空教你 所以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个重点 就是你在app上面做的多快 其实会影响到年轻人对你的观感 因为通常使用 你这个会最先拉到的就是年轻族群 对因为年轻人很快 我刚刚不是刚刚 就是我常常看到 就很多年轻人 他用手机就可以有载具 然后发票什么 也都是手机逼一下 其实我也常搞不清楚他们在干嘛 然后他们都会觉得 怎么后面有一个阿姨 他就在掏零钱买东西 我就是那个阿姨 我都是掏零钱 然后我看他们都是用那个 那个手机就可以去付的 对所以我在想就是说 他们两个的竞争可能也要看看 他就是顾客使用这个app的习惯 那现在他们有多少户都是这种开了户 然后不会用的 这种统计吗 他们好像没有公布过这个数字 我觉得这要查一下 对不对 因为这样才会知道说 你到底有没有打通这任督二脉 我觉得这是关键的 幽灵会员 这叫幽灵会员 对 然后另外就是说 有人讲说 有很多的这个全家店长 其实也蛮机灵的 他也会在揪团 或者是赖上面来发展 所以整个是数位战 已经从集团对集团到个人了 还有哪一些的数位战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商业周刊的记者蔡如涵 我们跟大家聊到 这个商业周刊的封面故事 那么谈到了一杯咖啡 背后的数位大战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 也在网路上留言 刚刚我在跟如涵在分享 好像大家都会认为说 全家的比较好用 然后咖啡 他就说星期六 星期天全家推买六送六 刚买24杯 大户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也很喜欢这个记杯的功能 然后有人讲说 使用经验咖啡只是一部分 他说主要是APP可以集点 可以折价 报电话号码就可以集点 还可以帮你集发票 这个的确倒是蛮方便的啦 好也谢谢大家提供给我这些资讯 因为基本上大家一听就会知道 我根本也没有这个APP 不过数位大战当中 我们也聊到 就是说除了有这个APP之外 因为APP要一段时间 然后不断的优化 让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能够觉得很上手 这很重要 另外我觉得他们也开发了 那个LINE 这也很厉害 他们大概也是 这应该也是全家先开始 大概从一两年前 他们就开始让他们的加盟主们 每一间门市唯一一个群组 自己去经营你的熟客群 有点把那种社交电商的东西放进来 这样子 他们一开始是卖一些 大家会需要 但是因为便利商店的面积很小 可能放不下那么多东西 所以他们就把一些这种 大家会需要 但是超商无法陈列的东西 给放上去卖 然后你就会看到里面很热络 就是可能店长贴了一个东西出来 下面就一堆你周围的妈妈们 再加一加一加一这样子 那LINE等于是说 我又不要加到这个店长的LINE啊 是 对 他就是把你拉到一个群组里 就扫一个QR Code 你就会被拉进这个门市的群组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昨天有一个最新动态 我觉得很有趣 昨天最新动态 对 昨天的最新动态 就是全家他这一次是找了鼎泰风 来联名一个一款好几款这种鲜食产品 就是包括炒饭炒面这种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 他这次一共有六款东西 然后其中的三款呢 是门市不贩售 只在LINE群里面贩售 这很特别 增加他的独特性 对 所以他等于说是开始要冲刺这个LINE群 他可能APP这个冲的差不多 他现在要冲刺他LINE群里面的会员数 而且这个LINE群里面的会员数一定是更死忠的嘛 因为你就是直接认识这个加盟主然后跟他会有互动 你跟他在LINE上会有互动 然后你到店里跟他取货的时候又会有一个互动 他们好会谈哦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对 然后就让鼎泰风跟他们谈了一些特殊规格或特殊的产品 对不对 然后让他有独特性嘛 比方说我在别的地方都可以买到的话 我可能就是比方便性或者比价钱了嘛 可是我别的地方买不到了 对我就只能够在这里了 哇 这杀手机啊 我们也是觉得他这个LINE群之后的策略还蛮值得观察的 就是APP这一块的大战看起来已经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了嘛 就是你的应用啊 然后现在龙头也开始追赶 也开始在冲这个数位会员了 但是LINE群这个是一个不公开的资讯 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每一个门市是怎么去经营的 这个可能会是下一阶段可以关注的重点 对这是全家的部分啦 不过如果回到这小七的部分啦 说实在的这罗志仙这个压力很大 因为他是这个统一创办人高清元的女婿嘛 那你说他的集团也这么大 也比全家大了 这是真的 大非常多 大非常多 所以其实他的获利数字一定要出来 他的压力也我觉得也是蛮大的 对而且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说统一朝都没有做事 其实他们这几年他们还是一个很认真的公司 他们这几年呢 我觉得我们自己访问了一些业界的专家学者 去揣测说他们为什么在数位这块 重做比较慢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实体店实在领先太多 那基本上便利商店大家认为实体店还是一个重点 然后另外就是他的店在台湾已经接近饱和的状态下 他当然是出去开疆辟土 拿到的获利跟得到的这个报酬 一定会比他在台湾这边再继续去跟你争这些东西要来的高 所以其实他这几年在中国跟菲律宾都扩点的非常快 那营收也增加的非常快 然后他也开始做一些整病这样子 所以有点像是他跑 他现在暂时放下国内市场去把这个国外市场给搭好 结果没有想到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跟菲律宾的门市几乎通通都不能营业 对所以这会是一个蛮大的重击这样子 的确啦因为第一个集团大 你当然就是要稍微比较稳住 比较稳健的一个发展 而且说实在大尊比较小头你知道吗 我可能可能比较小一点 我要在灵活的运转是比较容易的 不过他的现在在数位这一块 你说实在他要钱有钱要人也有人 所以他现在策略会迎头赶上吗 你的判断呢 他们目前是大概从今年初开始 我觉得冲刺会员数的这个动作非常的明显 不管是你看他的优惠变得很多 然后他的促销这块变得非常多 然后他是喊出年底要到一千万会员嘛 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他的会员数 单以会员数来讲他一定会超过全家 迟早会有那么一天 因为你看他的通路这么多 当他的康世美啊 21世纪啊 Mr. Donner 通通通全部一起来帮你冲这个会员 那不可能会输 这些都是他的耶 对啊是啊而且他们同样都是累积一个 OpenPoint的APP的会员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人数一定会赶上 但是你那个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还有你的APP到底是不是真的够好用 这件事可能会是后面的重点 而且我觉得全家其实也提供他们一个 很好的一个历程嘛 因为全家他自己都讲 我看你访问他们这个叶荣亭嘛 叶董事长嘛 他也讲啊他就说一开始也不是一次到位的 总是要边做边修嘛 所以我大家觉得好用也是很长的时间是修正过来的 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可以提供给小七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如果我是小七的我应该会去加一下全家的会员吧 其实这样真的是一个很审视的方法 因为人家都帮你试错试完 对啊 已经找到一条成功路径 那你在砸资源砸钱砸人力去做 其实我觉得要冲上 如果单纯是要复制他应该是很快 那能不能掌握他们多通路的优势 再做一些更厉害的东西 那可能就要看小七他们内部这样子 对有人问你说到底要买哪一支股票 我说你要研究一下他们里面到底获利怎么样 这个都要了解一下 不是就看到那个世卫大战之后 因为两家的规模真的比较不一样 对两家其实以营收规模来讲蛮悬殊的 那其实获利能力也是悬殊的 对 因为昨天我们才我们昨天跟会计师聊到全家 因为很多人就讲说 这个全家负债很高 就会计师讲说拜托你看他负债很高 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你能够说我欠个三天欠个五天吗 不可以吗 都是拿现金去买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就不要用过去 我们认为某一种产业他负债过高 其实在全家完全是不适用的 因为你不可能去 小七也是不适用的 你完全都是要现金去投进去的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咖啡大战的话 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营收的这个差距 真的越来越 越近 对越来越近 但是虽然还是很大 但是有在慢慢拉近 对 这是差不多从这四年当中 四年当中 如果是获利能力的话 四年前可能差的7.13倍 那到了去年变成差了5.74倍 对虽然还是差很多 但是有在拉近 然后营收的话也是从 营收就拉得很快了 是从2.38倍 缩小到2.14倍这样子 所以你想想看 全家这个APP的年课率 年课率 对 就是把客户这样紧紧黏住的这个 这个的成绩是很好的呀 对他们其实 这件事如果用一个最白话文的解释方式 就是虽然小七的电数比他多2000点 可是他等于把你的手机都变成全家嘛 你的每一个人 你只要有他的会员 你一只手机就是一间全家便利商店 那他距离离你街角的便利商店更近 所以他等于说他打破了这个 尸体门市开店的限制 我觉得你这样的说法很对耶 对就把手机都变成的是一家店了嘛 对 对不对 我不是只有买咖啡而已啊 对不对 我还可以买炒饭啊 买炒饭买卫生纸 买卫生纸啊 买牛奶 因为刚刚讲跟顶台风有那个 对我可以买炒饭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买卫生纸耶 我的手机就已经是一家 对不对 小型的那个便利商店了 对 哦 这也是耶 然后我也最近发现到像我们家巷口 本来有一家小七七 他位置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就就就在一个 有一个三角窗 然后后来他必须要往前搬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 他说房仲要涨房租啊 然后他们就在一条路上往前搬 可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店面空到现在 也没有再租出去啊 你说你涨房租了 当然你怎么租出去 我觉得真的是很大的关键 所以为什么在数位 在网路上面来有一帧长短 这个可能是未来这两家发展的一个重心了 好 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 让大家知道这个数位大战 也跟我们你我是有关的 非常谢谢我们商周的记者 蔡如涵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如涵 谢谢 我爱AYE 我要营陵 一些 睡觉 一些 舞台